1月8號開始 韋蘭NBA LIVE直播 答對所有通關密語 就能獲得驚喜紅包 持續討論一下快艇隊在最近14場 拿下了12勝 一大功成 絕對是這場拿下大三元的James Harden 說起大呼噬 也可以說是 一掃過去給人家刷子的質疑 講到刷子這麼嚴重的名稱 就不得不講一下太陽的David Brooker了 今天狂砍62分還是吞下敗仗 更要命的是還寫下一項相當尷尬的記錄 單場22分 13助攻 10籃板 這是大鬍子檢查人生涯第75次 同時也是來到快艇隊之後 第一次的大三元演出 幫助球隊在可愛PG還有人熱龜 都沒有爆量得分的情況下 依舊在主場請拿暴龍 收下近14場比賽的第12勝 一口氣衝上了西區第三名的位置 距離領先的雷霆灰狼 僅僅只有兩場勝差 而送上大三元演出的大鬍子 也實實在在用表現 證明當初自己的體系說 同時打臉的那些質疑的人 我不是一個系統的玩家 我是系統的 你不是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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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場上角色轉彎後的他 都比以往更具威脅 現在直升下在基游賽 證明自己 而今年絕對就是 難得的打好機會 而說到刷子嘛 格力捧的Devon Booker 就有點尷尬 畢竟今天面對六馬 狂轟整整62分 但不包含這關鍵的最後一集 讓太陽見奇的七連勝 就此告終 儘管最後一集有犯規嫌疑 但友誼說一疏同時 真的有運動家風度 馬上提升和對手致意 賽後訪問也相當尊重比賽結果 但尷尬的就是 除了今天成為時尚第三位 不止一次看了60分以上 還輸球的球員 同時不可生涯 前三高得分的場次 也都通通以輸球作收 雖然輸贏不全然是他的鍋啦 但背著這樣的尷尬記錄 不免讓人想讚美他一句 真有兩把刷子 最後關心 灰熊跟魔術的交手 兩軍是殺到最後一刻 才分出勝負 馬上來看誰笑到最後 灰熊主場迎戰魔術的比賽 曼菲斯大軍算傷兵滿盈 但開賽卻打得威風八面 Jerry Jackson Jr. 開賽就在外圍送上長城炮火 幫助灰熊15比6取得9分領先 但撞雲朗 Paulo Bencaro 受截也發揮出色 單截近仗10分 幫助魔術 第一節打完 3-1比3-1追平戰局 進入第二節 Triple J繼續發威 近區強打籃下 2分要進 上半場就獨拿18分 加上小學弟 Vince Wallace Jr. 在半場獨秒階段投進3分球 灰熊半場打完就以6-8比59取得9分領先 雙方一籃後 Window Carter Jr. 率先出招 毫不猶豫 送出一季外線3分 他這節以百分百命中率 攻下8分 幫助魔術將比分追進 但可惜 今天的JJJ真的太猛了 在禁區可以說是 雨取雨球 讓灰熊維持住6分領先 救失比84進入第四節 決勝節 曼菲斯大軍繼續施壓 路肯娜埋伏低腳 再次送給魔術遙遠的祝福 個人全場進帳15分 全部來自3分外線 也讓灰熊在第四節 一度取得12分領先 但這12分 顯然不夠他們花 因為板橋羅先生 終於回神了 馬上回景 一顆蛋壁爆扣 接下來的外線跳投 也是空心破網 砍下全隊最高的27分 讓魔術將分差 縮小到一顆球的差距 但可惜 在最後一波攻擊 Joe Ingalls的三分球 是彈框而出 讓魔術措施絕殺機會 中場灰熊就在JJJ 全場轟下30分的帶領 107 106 顯勝魔術取得三連勝 接著關心 騎士踢館公路的比賽 看到新主帥 Dar Rivers來到場邊觀戰 Chris Minuton 也馬上聯手 字母哥 Vianus Atatakunpo 來了繼精彩的空中接力 來迎接新主帥到來 但一顆看起來是不是不太夠 那就複製貼上再來一顆 字母哥半場17分的表現 相比會讓老頭流相當滿意 但騎士也不甘示弱 Karis Laver接獲船球 就地起飛 單臂爆扣 接著蜘蛛人 Dynamon Mitchell的三分跳投 也是輕鬆入帶 半場就掌握17分 但接下來換Damon Allen發威啦 中距離跳投是輕鬆血液 招牌的三分炮火更不在話下 個人單截九分進帳 加上Milton與字母哥再次連線成功 半場打完公路57比54取得三分領先 但下半場戰況風雲變色 蜘蛛人一開始就來一個華麗切入 幫助球隊取得三分領先 接下來Jerry Allen籃下的重扣 更是迫使公路喊出暫停 但這次的暫停 並沒有讓戰況逃轉 公路雙槍 在下半場打得慘兮兮 字母哥僅有六投兩中 小李更慘 十二次出手只投進一球 騎士當然不會錯過這個好機會 可是下半場團隊命中率超過五成 在第三節後段 就沒再讓公路越雷遲一步 一路領先到最後 Mitchell攻下全場最高三十二分 加上Allen挹注二十四分 十四籃板的Double Double 中場騎士就一百一十二比一百 十二分差擊退公路 澳洲網球公開賽 南單四強賽事 世界排名第十的德國名將 Alexander Sverev 和前世界球王Daniel Mvadov 正面交鋒 過去雙方十八次的交手 其中有十一次是Mvadov拿下 未有對戰優勢 只有這場四強賽 Sasha前面兩盤狀態絕佳 第一線對手掉短球手到琴來 分別以七比五 六比三拿下勝利 取得二比零盤數上的絕對領先 卻沒想到戰局進行到第三盤 前球王阿梅逐漸找回狀態 在前八局雙方互相爆發的情況下 兵家必爭的第九局 逐漸的全場最精彩的一球 只見Sverev漂亮的往前結局 掃出對角球眼看就要穿越 Mvadov一個憤不顧身 極限勾拍要到了分數 讓現場觀眾瞬間沸騰 前球王也完全找回手感 在所有搶七大戰中 七比四勝出扳回一城 所有每一種越戰越勇 在第四盤紅鼠高達九成一八等分率 定是比Sverev的八成好上一些 而就是這細微的差距 讓Mvadov再度於第四盤的搶七大戰中 脫穎而出 戰局也就此來到了生死第五盤 而倒追兩盤的每一種氣勢驚人 但Sasha第三個發球局就逼出了破罰點 儘管德國名將多次成功予以反擊 但每種人就成功突破 接著順利爆發 並率先拿到賽末點 隨後Sverev一個閃神正拍出界之後 Daniel Mvadov完成了驚天地 氣鬼神的讓二追三 自己到奧網男男決賽 朝向生涯第二座大門高敗進 又在27號下午之前開打的女單決賽 由中國網球好手鄭清文 要來挑戰奧網女單衛冕冠軍Arena Sabalenka 兩人生涯大滿貫 僅在去年9月份的每網交手過 當時白俄羅斯女將強勢直落二取勝 而事隔三個月 Sabalenka的壓制力不減反增 第一盤就殺到不行 首盤第二局就率先破發 甚至第五局還送給鄭清文以及Love Game 並帶著這股氣勢 6比3閒齒的點 隨後第二盤比賽 鄭清文自軟正腳 出現了多達五次的雙發失誤 而Sabalenka當然也不會給對手任何機會 不但第一局就突破對手發球局 隨後更是連保待破 搶下5比1局數上的絕對領先 儘管鄭清文隨後奮力抵抗 連續奪過了三次對手的冠軍點 甚至逼出破發點 但Sabalenka很快地就用超猛發球 外加對手失誤重新取得優勢 並在這股對角穿越後 6比3 6比2擊敗鄭清文 完成女單奧網二連霸 高朋奧網冠軍獎盃的Sabalenka 賽後將榮耀獻給家人 也大方讚美對手鄭清文的實力 而謙虛的Sabalenka自己 則是在女單每年較為混沌的戰局中 成為自2013年以來 首位奧網女單未免的選手 將自己的名字 永遠記載在史冊當中 鏡頭轉回國內來關心 渣達馬拉松的跑者訓練營 寒流降臨卻有一批跑者 在細微雨勢 以及低溫中積極訓練 除了展現自己熱愛路跑的心難以交習 也因為2月25號即將登場的 2024渣達台北工藝馬拉松 邁入一個月的倒數計時 而這次賽事和往年一樣 和工藝單位繼續合作 同時也因應氣溫奏降 提供訓練營活動 有專業教練團 帶著每個組別的跑者 進行個別的賽前訓練 渣達馬往年都會有遇到 這種寒流的氣息對不對 那我們很多的跑者 可能在呼吸上的調控 或是我們常講的二次呼吸 相對的是比較薄弱的 所以在針對這一次的訓練營 我們會針對這一塊做強化 為了因應氣溫 以及今年增設的21K半馬組別 教練團特別強調 口鼻呼吸不同的搭配 將讓跑者的自我挑戰更加順利 而在下午場半馬的訓練營中 有位學員格外亮眼 他就是運動女神房思雨 繼去年11月紐約全馬的出體驗後 這次渣達馬 他將再一次首度挑戰 辦成馬拉松賽事 除了給自己生活上 額外的挑戰以外 更希望藉由這項 主大公益的比賽 傳遞幸福分享愛 那我希望這個精神是比較可以凝聚大家的 因為渣達馬是一個公益賽事 然後我覺得連結愛是他們主要的活動 像他們在公益方面 像是跟四丈跑者也做很多連結 我就覺得說它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 所以我希望我在做這次的賽事挑戰的時候 更多的響應是連結愛跟人精神方面的 沒有錯 這次渣達馬除了要增加半馬組別 讓跑者多個挑戰項目以外 做公益的核心理念同樣也不能馬虎 將幫助每位有長跑夢的市場跑友完成挑戰 而當中的細節可不少 截至2023年為止 主辦單位已經幫助超過2000名市場跑者主夢 今年將繼續傳遞愛的火苗 在訓練營中持續訓練陪跑員 希望讓社會看見抱有長跑夢的美味鬥士 也藉此讓這項賽事除了競賽以外 更添額外重大的意義 YTV台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